朋友们大家好 舅妈又给我家提来了一大袋的萝卜 样子虽然丑了点 但它真的比外面买的那些要甜的多 今天铁头搞了两根排骨 赔偿它来做一份萝卜排骨包分享给大家 我们先来把这排骨给砍一下 天冷了这个排骨也比较便宜的 只要16块钱一斤 砍好的排骨给它放到大盆中 我们碗里面加上两勺的淀粉给它抓一抓 排骨抓至粘稠后 我们用清水给它洗一洗 把那些血水给它洗出来 洗上两边后 我们把排骨的水分给它挤一挤 放到盆中 这排骨洗净挤干水分后 我们往里面调点盐 这个盐量呢 整道菜的盐量就在这里了 这个排骨给它腌制好了 包出来它会比较香 用手给它抓一抓 它有点粘粘的就可以了 充分抓均以后 我们给它放一边 腌制15分钟 让它入味 排骨处理好 我们来把这萝卜皮给它削掉 自从我妈的脚做手术之后 我舅妈就经常提着青菜过来我家 真是辛苦她了 现在的天气非常的干燥 多吃点萝卜 补充水分非常好 切好皮后 把头尾给它切掉 再把它切成滚刀块 这个块头我们稍微 可以给它切大一点点 朋友们听这声音呢 这水分真的是非常的足 另外这里还提前泡发了一点油柱和虾仁 把它们切一下 这个油柱呢 用刀压一压 虾仁给它切粒 最后我们再来切上少许的姜片 取一个砂锅把它烧热 淋点油进去 天气冷不冷 看油都看得出来啊 滴滴滴不出来了 都萤固了 我们先把这姜片倒进去 给它煸香 香味上了后 把瑶柱和虾干一起放进去 做这个萝卜包 加点虾仁和瑶柱进去 非常的鲜 包香后把排骨倒进去 加上适量的清水 再把我们的萝卜给倒进去 这胡椒粉呢 我们给它来上一些 先不用放太多 等下后面我们再下多一次 那样那个味道才香 好可以了 把锅盖盖上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给它煲半个小时 萝卜排骨包上后 我们再来切点香菜碎啊 这个是个人喜欢的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时间到了 好朋友们 哇非常的香啊 大家来看看 这排骨啊 已经脱骨了 用筷子试一下 这个萝卜非常的软啊 轻松的穿透啊 最后我们再次给它来一点 胡椒粉 给几滴香油 再把这个香菜段倒进去 就可以开吃了 关火 剩下的这点汤水啊 都是非常鲜甜的 用来拌饭都可以 这一锅鲜甜味美的 萝卜排骨包就做好了 排骨入味脱骨 萝卜鲜甜远辣了 家常美味就是这么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了